5日下午,贺岁喜记电影《一路惊喜》在北京召开了惊喜到家首映发布会 导演金一蒙,歇郭彩杰,肖敬腾,赵丽颖,凤小月,夏宇,大鹏,孙一舟,蒋进夫,张继苑等出席助阵 眼下,正值电影扎堆上映期,而为了能够吸引观众眼球,片方也是费尽心思拼抢头条 这不,在前一天中会覆没的首映礼上,李冰冰便抢完了陈坤 第二天的《一路惊喜》也是不甘落后,花样更多,难度更大 前世凤小月与郭彩杰深情拥吻,郭彩杰还将双腿盘在了凤小月腰上 蒋进夫更是献出了同庆出闻与孙一舟在一起,将孙一舟整个人抱了起来 接着,凤小月脱掉上衣展示胸肌 说到蒋进夫,近来可谓是合作了多位女神 坚持在电影《一夜惊喜》中与范冰冰有过合作 而此次又再度合作起了金英女神赵丽颖 不知,前后与两位女神合作,哪个感受更好呢? 在《一路惊喜》里跟《一夜惊喜》里都有精彩的表现 那问一下,就是你觉得金英女神赵丽颖 还有一代女皇,她明明谁的眼睛更赞呢? 谁的眼睛更赞? 眼睛 对不起 眼睛 眼睛更大 都特别好吧 因为她们都是女神了 女神的表演都是无可挑剔的 我都特别喜欢她们 哭六娱乐 北京报道